欢迎来到陈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的造型师和化妆师怎么了? 应该扣工资,细节处理不到位 迪丽热巴是90后小花旦里面的佼佼者 与杨子等人并驾齐驱,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 众所周知,迪丽热巴是少数民族新疆维吾尔族 所以颜值要格外高很多,有抑郁风情存在 当她穿上礼服参加活动走红毯的时候 美的那叫一个秀色可参,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恰恰在最近的一次活动里,迪丽热巴的装发不太完美 造型师和服装师应该扣工资的节奏 化妆师扣工资的点,突出迪丽热巴的嘴,显着格外的大 在最近参加活动的时候,迪丽热巴身穿一席白色礼服 好像仙女一样,仙气飘飘的感觉呼之欲出 真的太美伦美奂 身材窈窕,气质端庄,好看的一副皮囊 可整个妆容放大看便有些不尽人意 明显的是迪丽热巴的嘴巴,是全脸最大的亮点 之前迪丽热巴的嘴都是樱桃小口的感觉 可这次的妆容故意扩大了她的嘴型 与姚晨的那张经典大嘴有一拼 还画了死亡芭比粉,这是不怕显大,显明显的节奏 明明比较好看的一张嘴,给画出吃小孩的即适感 不禁要问化妆师在想什么 不知道扬长臂短突出优势 还是拿迪丽热巴当试验品,主要看妆容的效果 这真的不应该,反正个人不太接受迪丽热巴的嘴巴变大 影响整体的气质,没有小家碧玉的感觉 多了一份姚晨,舒奇这种大嘴女演员的感觉 化妆师确实应该扣工资,毁了迪丽热巴一张美美的嘴巴 正常的嘴巴应该是下面这样的,比较性感的感觉 造型师扣工资的点,白色礼服褶皱明显,细节处理不到位 仔细看迪丽热巴身穿的白色礼服,从后面看明显有褶皱 一条一条的皱纹过于显眼 礼服腰部有皱纹可以理解,毕竟要活动很容易就诞生皱纹 可裙摆以及下摆部分有褶皱就不应该 一看就没有提前熨烫好,急匆匆穿上的架势 衣服尤其是礼服有褶皱,直观的感觉是这衣服有点廉价 好像从地摊上买来的一样,一点看不出质感 可以说,褶皱遮盖了衣服本身的魅力,失去一本正经的韵味 明星参加品牌站台活动,要的就是光鲜亮丽 更何况是迪利热巴这类的当红女演员,对形象要求比较苛刻 这次衣服的褶皱就让她降低格调,失去之前叱咤红毯的驾驶 多了一份朴实无华 最重要的没有面子,一个当红女演员穿褶皱的礼服 公众形象去哪里了? 综上所述,造型师应该扣工资,没有处理好衣服上面的褶皱 细节问题没有注意,是失职的一种表现 迪利热巴再美,没有好的礼服加持也不行 就算礼服再漂亮,一旦产生褶皱就会降低质感 看上去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迪利热巴的造型师应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要竭尽全力维护她的公众形象,这是商业价值的一种体现,比较严肃的事情 结尾 迪利热巴的造型师和化妆师没有尽到责任,需要注意对细节的把控 《冰与火》首播好评如潮,剧情烧脑滤镜高级,王一博演技有所成长 《冰与火》首播,陈晓一集仅四分钟演技受好评,王一博台词惹争引言 8月11日,由陈晓和王一博主演的刑侦题材剧《冰与火》突然空降网播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作为一个原创剧本的影视剧《冰与火》在刚开始筹备的时候就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期待 随着一口气连更似及《冰与火》的初步口碑也逐渐成形,网友们纷纷加入讨论之中 新剧播出,首先观众们注意到的就是整体的画风 《冰与火》的剧集可以看出并没有加乱七八糟的滤镜,这让整体的环境看起来非常真实 冲着这一点不少观众就表示看起来非常舒服 王一博脸上的痘痘都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现在的影视剧,尤其这种有流量明星的剧组 拍摄后期不加美颜不加滤镜真的很少见 不仅是画风舒服,仔细看一下演员们的形象,似乎是全员素颜触径 除了一些需要还原人物的特效妆 大家脸上的任何瑕疵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陈晓和王一博都是有很多的眼粉,一点也不顾偶像包袱 这么努力塑造角色形象的做法,堪称是很敬业的演员了 除了镜头带给大家的真实感,演员们也都是原因台词 因为题材的严肃性,整个剧情给大家的是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这样正是大家想要的,这几年关于警察题材的影视剧没少拍 不过如此不拖泥带水高质量的剧确实少见 第一天网播就更新四集,观众们看完还表示不过瘾 想要导演快点更新 由此可见《冰与火》开播还是收获了不少的观众员 除了冲着喜欢的演员,还有不少观众是被《冰与火》宣传的剧情吸引的 当然导演没有辜负前期高调宣传,这首播四集的剧情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 剧情紧凑,全员演技在线,最烧脑的还是大家猜测每一个人物的立场 因为演员们塑造的群众面貌很深刻 大家纷纷留言猜测角色的好坏,因为一正一邪的表演给剧情带来了很多看点 陈晓作为《冰与火》的一番,第一集的所有戏份只有四分钟镜头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不过哪怕是短短的几分钟,陈晓还是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少观众认为主角应该是正义的,不过陈晓出演的却给大家一种恶人的感觉 导致整个人设扑朔迷离 也通过这四分钟的表演,陈晓把吴振锋的人设给立柱了 果然是实力演员,网友们纷纷送上敬佩之情 对比陈晓的演技,王一博的口碑明显要差一点 虽然演神系王一博表演得很好,但是网友们发现他的台词功底差点意思 因为是原生出演,所以王一博在说台词的时候有很明显的鼻音 偶尔还会吞音 对于这点粉丝们解释说因为王一博有鼻炎 所以说话的时候鼻音比较重 抛开这一点来说,王一博的演技较以往还是有明显进步的 王一博把陈宇那种出声牛犊不怕虎的的感觉出演得很好 让观众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愣头青 也正是这样的人设,才有深入发展的看点 随着揭开的问题越来越多,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事情 陈宇一定会在这条道路上成长很多 现在的陈宇因为满心热血,常常因为过于表现自己而被领导嫌弃 看到王一博在剧情中被领导呵斥时委屈的模样 粉丝们表示既心疼又好笑 目前开播四集《冰与火》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虽然演员们的实力不同,有很多网友喜欢用来做对比 但是不可否认每一个人都是好演员 目前四集的剧情紧凑烧脑,不少细节还要看好几遍才能注意到 网友们表示在追剧的过程中不敢走一丝神,生怕错过什么 大家都看《冰与火》的首播了吗? 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镜头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感谢观看视频